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之後我英文一起讀 新疆的那個叫什麼東西來著 棉我差點講成Wool Wool是羊毛 所以我們馬上來看一個字 這個字叫做Wool 就是羊毛的意思 Wool 不是講新疆的羊毛 他講的是新疆的棉 我們可別搞錯了 棉花叫做Cutton Cutton 美國的發音多半因為這種 這個Tton的結尾是很快帶過去的 久而久之啊 舌頭懶惰 連Tton一下都不啃了 所以就會變成鼻音帶過去 C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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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Cutton 新疆Cutton Cutton 像那個鈕扣 或者按鈕一樣 Button 那久了就Button Button Hey press the button Hey don't press the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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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怎麼唸都對說真的 扯回這裡 所以新疆的Cutton怎麼了呢 被H&M 這個公司啊 以及還有其他的 Nike啊這些的 他們來杯葛他有一點事 所以先看這個標題 Nike 同學不要把下面這個公司念成H&M 你中間這個 這個符號 就是 以及的這個符號 聽起來 這看起來像是那個 那個 你在樂譜上看到那個音符有沒有 那個是不是叫做staff musical staff 我如果講錯了對不起喔 不然很快找一下好了 我們看這個musical staff 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musical staff staff 圖片 yeah ok 所以它的確叫staff 因為它看起來 好像像是跟 像是個帳一樣的這樣子 Alright anyway 回來這邊 那這個符號 它的意思就是and 所以你在英文裡面看到它的時候 你得把它唸出來 就像我知道 很多我以前的國中生 高中生的學生們 我們吃那個巧克力啊 就是一顆一顆的 你知道 你看到就是很大的兩個m這個字 可是請你注意一下 它中間其實是有這一個 and的符號的 即便它可能寫的很小 所以這一款巧克力 你要把它唸成 am and am 因為am這個字母 必須要閉嘴巴 所以am必須閉一次嘴巴 and不用 再一次am 又得閉一次嘴巴一次 所以它唸起來快一點 就是am and am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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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m 所以唸快一點 後來那個d的聲音都不見 am and am m and am 不要唸成m m 因為我知道我的同學們以前都唸成m m 我要吃mm巧克力 一包mm39塊 no 一包m and am 39塊 才是正確的唸法 ok 所以這家公司 我們不要把它唸成hm 我們要唸成hm h and am h and am h and am nike h and am face china fury 下一個字也是重要的字 這個字怎麼唸 這個是發音上真的很討厭的一些白癡規則 f u r y 讀音是fury fury 也就是生氣怒氣的意思 furious 就是它的形容詞 這個我好像以前講過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看過以前的影片沒有關係 我們要做一些小比較 因為下一個字 我們把這個f u r y 中間多加一個r 變成f u r r y 那這個字是fur這個字的形容詞 fur fur這個字是動物的皮毛 所以我們又叫它皮草 那fur這個字毛茸茸的就變成furry 所以fur furry 前面的fury 則是怒氣生氣 那給你猜b u r y怎麼唸 如果f u r y唸作fury f u r r y唸作furry的話 那麼b u r y長得比較像f u r y 所以再一次f u r y唸作fury 所以b u r y是不是應該唸作bury 答案不是 因為b u r y它的發音跟草莓的莓 基本上差不多的 所以它唸作berry 也就是埋葬的意思 好啦這個讓你知道一下一下 英文的發音呢是很不講理的 alright so nike h&m face china fury 所以它面對了中國的怒氣 為了什麼事我們就可以用over 所以它over了一件什麼事來表達怒氣 over新疆cotton concerns 所以對於新疆民的一些擔憂憂慮 還把concent加了一個quotation 這個single quote 為什麼呢 所以或許我們就可以來下面看看它的內文 看能看多少算多少 它是一個零售業的一個巨人 兩間都是 所以它下面那個小標題就說的是retail giants 就巨人 retail是零售 Nike and H&M H&M are facing a backlash 所以這個backlash也是新聞上很常看到的詞 就是什麼什麼東西給的你一些負面的回饋 反撲 所以它面對一些反撲 facing a backlash in China after they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alleged use of forced weyghur labor weyghur labor in the production of新疆cotton 看懂這裡 所以這兩個巨部啊 retail giant they are facing 他們正面對著 一個backlash from China so backlash in China 在他們表達過了一些concern之後 中國反撲了 so after they expressed concern 所以表達concern 表達擔憂 有關什麼啊 什麼事情的擔憂呢 有關新疆的那個維吾爾族的那個不當勞工 About the alleged 因為這件事情沒有證實 所以他也只能用這麼一個字叫做alleged 來當作一個形容詞就是句稱的 所以很多時候在媒體的寫作上 不想要擔責任的時候 他就會說這個東西是一個alleged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說今天發生一件事有一個受難者 那他報導受難者 可是他卻並不確定這個受難者是不是真的 那這個時候新聞的報導可能就會說 他是一個alleged victim Ok alleged victim 那這邊就是alleged use 所以句報的使用什麼使用呢 就是被逼著的forced 維格爾 labor Ok in the production of新疆 cotton 所以在新疆 cotton的生產過程中 用了一些被逼迫的維格爾的 labor labor 就是老公這樣子 所以因為他們表達了對這件事情的擔憂 現在就面對著中國的backlash Many Chinese have called for boycotts 很多的華人啊 就中國人啊 所以他們現在就呼籲著boycott這個字 我們在上禮拜一的鮭魚之亂 好像有講到過 所以這個詞我們稱它為叫做杯葛 好 所以他們想要杯葛它的產品聚買之類的 Celebrities have cut ties 所以明星們啊 這個cut ties的意思就是跟你切斷關係 我可能跟你這個Nike品牌有tie 跟你的H&M這個品牌有任何品牌的合作關係 好 現在跟你切斷了 they have cut tie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dropped H&M 所以一些這個電商的平台 啊 所以正好我們這裡就或許可以了解 電商你其實就可以用e-commerce來說 就是電子商務 然後加個平台 platform 所以電商平台 也已經dropped了它的這個品牌了 所以聽起來好像很糟糕喔 It comes as several western countries imposed sanctions on China this week 所以這些東西怎麼來的呢 就是當著好多的西方國家 impose 我們就有 好像也看過這個字 就對什麼東西 施一個什麼東西在它上面 施於什麼東西 那impose 什麼東西會on 另外一個東西 So you impose something on something else 所以他們impose了sanction 所以這個sanction我們就把它寫下去 這個也就是 也有類似經濟制裁之類的概念 所以sanction 也是 我今天晚上上課才一直想到 經濟制裁這個制裁這樣子 我一直想不起來 現在看到才想到 sanction 就很好了 OK 所以很多國家impose sanctions on China this week 所以這一週很多 制裁就是 制裁是中國 It is accused of committing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所以他就不控訴著 accused 犯著一個很嚴重的committing 就是犯下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所以人權的這個侵犯侵害 against the 維格爾 Muslim minority in新疆 所以他們是回教的 那 minority 就少數民族 維格爾這樣子 the sanctions including travel bans and asset freezes target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所以這個sanction 包括了一些旅遊的禁令 以及asset freeze 就是財產凍結 OK asset freeze 那target 是一些比較資深的官員 在這個西北的區域這邊這樣子 alright 好 所以 這邊也有一個另外的BBC報導 就像中國有逼迫維格爾人 labor camp 這些的 alright 那下面又講了 為什麼Nike 跟H&M 會淪路到這樣的地步呢 那所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多看一段 好 所以兩家公司 had said in separate statement that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Uyghurs were being forced to pick cotton in新疆 and that they didn't source products from the region fine OK 所以他們在各自的一些發表 各自的發表的言論中 in separate statement 所以他們就擔心著 OK the concern about一些 report 所以他們是看了報導而表達擔憂 光是這樣就被中國抵制了 你看多慘啊 所以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we were being forced 就被逼迫著 那 撿棉花 採棉花 pick cotton in新疆 OK alright 然後 alright 這邊 反正後來這都是一些背景的補充啦 那也沒有說這裡不好 但總之 我們剛看的這幾個字其實也很不錯了 他好說真的 而這邊有什麼 Respect Chinese consumers as well 這講一些廢話 所以H&M China呢 還沒有回應BBC的問題 but the company posted a statement on Weibo Weibo 不是Weibo 靠北 Weibo Weibo W-I-B-O Weibo 是台灣電信公司 Weibo on Wednesday saying that it respects Chinese consumers as always 所以H&M發表一個聲明就是說 我們總是永遠尊重中國的消費者 Respect Chinese consumers as always 就如以往一般 尊重消費者 and that it does not represent any political position 而它並沒有代表任何的政治立場 doesn't represent any political position sure OK 來 所以 我來講一堆 到後面的部分 我大概帶到這裡 其實大概也夠了 那事實上 你看這個新聞報導補充了非常非常多背景的一些資料 所以真的 同學們 你想要英文進步 你每天看看這些新聞 甚至把他 你如果前面看不懂 你往下找 往下找你一定能夠看到他的背景的資料 背景看一看之後再回頭看前面部分 說不定就看得懂 這我跟你是分享事實 的確真的是這樣 好 好我們把剛剛的一些詞看一看 說不定就可以今天wrap up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羊毛叫做wool 棉叫做cotton cotton 一樣 鼻音的話帶過去cotton button 剛剛是鈕扣按鈕 然後 發音 人家品牌不要念錯 那個巧克力叫做m&m m&m 那另外一家這個服飾公司叫做h&m h&m fury是生氣 furious 形容詞 fury是毛茸茸的 fur就是毛的名詞 但是埋葬叫做berry 跟strawberry的berry發音差不多 backlash就是中國的反擊 中國對這些服飾公司有了backlash 有點燒回來的概念 然後這個據說他們用了一些新疆的什麼什麼的 逼迫威格 所以這個alleged就是據說 據稱 這個名詞就是allegation alleged變成allegation 也認識一下 我打出來一下好了 OK allegation alleged allegation boycott是去抵制他 經濟制裁我們可以用sanction這個詞來說 sanction sanction so impose sanction on somebody 然後電商平台 ecommerce platform 那最後講到了 剛不知道誰的這個財產被凍結啊 你可以叫做asset freeze 可以認識了一些單字 希望這個東西對你是有幫助的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